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想 我以前是錯的 戰爭不是和平的手段 戰爭就是戰爭 戰爭大力 戰爭大力只是相同 秦皇殺了將軍府上幾百個人 這個時候 將軍就不報了嗎 范將軍 秦皇即使給你再大的權力 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和平 但是在英國是可以的 我燕丹 願意和范將軍一齊努力 共同創造我們真正希望得到的和平 現在天下的局勢 已經很清楚了 以小勝多 以弱勝強的道理 范將軍比我更清楚 我現在只能夠說 現在天下的局勢 暫時對我們不利 但是 我們完全是可以扭轉過來的 秦皇固然強大 但是我燕丹 有一腔熱血 我們大燕 亦有不少有志青年 將軍 秦國其實和燕國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是 一個國家叫秦 一個國家叫燕 范將軍在秦國可以做到的 在燕國 一樣可以做得到 來 請 范將軍 我們大燕就靠你了 父皇明天就為你舉行拜葬儀式 請太子殿下放心 范烏旗定東企盡全力 死不足惜 參見太子 你不會死的 說不定燕國會死在你手上 成爺 你為什麼說在這裡 你不是要訓練兵馬嗎 太子 我成家西代受朝廷奉錄 保衛大燕安全 但是在最近以來事情不斷 大王先是拜齊國人田光為將 現在又拜秦國人范烏旗為將 我成爺你是大燕將軍 豈能被兵權落於外人之手 聖益 太子 兵權不能落在外人手上 天下本來就是一家 況且 范將軍現在來到我們大燕 就是我們燕國人 再說 父皇已經頒下詔書 你如果再不服 就是背叛 就是不忠 好 這一點姑且不論 他是秦國人不了解燕國的形勢 這一點是事實了吧 但是范將軍了解秦國 我們現在最大的敵人就是秦國 這一點 就要彌補他所有的劣勢了 我還是不服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作為秦國的將軍 不能夠只熟悉敵人的形勢就可以了 那你還想怎樣 大兵打仗暫時不能夠比 但是比武還可以了吧 好 就這樣決定 明天貌事 我在連兵場等你們 上次巨詐 我一定知道 是有關 對 嗯 哼 范将军乃一代帐材 如今能够来到我大燕 是上天赐给我大燕的福气 来吧 全寡人的旨意 封范将军为上将军 执掌兵符 持府邸一栋赏银千两 劳博十人 谢大王 吓唬 將軍, 甚麼事令你這麼心煩 說出來給我聽, 或者我可以幫你 你幫不了我, 誰也幫不了我 就算人家幫不了你, 也願意跟你分擔 難道你還當我是外人嗎 哪有呢 有一個秦國的叛徒逃到我們國家來 但是大王要拜他為上將軍 是呀, 哪有這種事 你們聖家在燕國是世代的功臣 難道他剛剛來就高位過你嗎 誰叫他這麼有名 我相信我們的成將軍一定不會輸 當然, 帶著來吧 不要 不要 走走走, 我跟你留下有事做 走走走走走走 不要 靖殉山軍 真的沒有意思 你搞甚麼 你們每次都是這樣 他們是不是遵謀的 你怎麼這麼早? 待會兒幫我拿兩口水來 好 好 梵烏奇去了燕國 還被太子丹封為上筆 是啊,單單一個太子丹不足為淚 單單一個凡烏奇都不足為淚 但是兩個人在一起,不得不防 以前我們的寇賞是沒錯的 看來這一次,我們真的要討伐燕國 燕旦確實不自量力 他想改革,談何容易 況且改革不是一朝兩日能夠有效的 如果我們放任自留的話 燕旦就會令燕國贏得改革的時間 兩三年後,燕國就會慢慢地發生變化 楚國和齊國 如果看到燕國能夠和我大巡有相似的實力的話 大王,那天下的局勢就完全逆轉了 不單止有燕國,現在還有一個代軍 趙公子家套到代軍,自稱為代王 現代勾結 你又怎麼想呢? 神認為此事可分兩方面進行 第一,照告天下,說燕國收留我秦國叛徒 與我秦國為敵 我大巡忍無可忍所以出兵燕國 第二,為了不讓燕國楚國齊國三國結為盟友 大王,你派特使先去齊國和楚國活動 以斷燕國之路 依你之見,寡人應該派誰去攻打燕國呢? 王展將軍江江滅朝 可以派王展將軍攻燕 又到冬天 每逢冬季來臨的時候 兇奴人就要南下,強劫殺我們的百姓 寡人又要留一隻手來對付他們 我又怎麼可以把王展所有部隊派往燕代邊境呢? 是啊,這些兇奴人 都應該想想跟著的辦法才行 兇奴在大漠以北,擅長騎射,行動迅速 寡人現在,首先要對付的是煙、楚 我,這個禍環,寡人早晚要除掉他 大王,蒙田將軍求見 讓他進來吧 說蒙田 啟稟大王,燕國探子內部 范烏奇已逃往燕國 被燕王收留,並拜為上將軍 寡人已經知道了 你們是不是特別奇怪 寡人的消息 怎麼會比八百里加急更快呢? 哼哼哼哼哼哼哼 嘚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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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這就是你們兵器? 我們根本沒有錢買新的 只是訓練, 搞得這麼認真幹甚麼 訓練的時候, 都要像打仗一樣才行 要不然真的上到戰場的時候 一百個不行 不要把秦國那套拿來這裡好不好 我們這裡是燕國 范將軍, 士兵的訓練進行成怎樣 燕兵的武器, 我看不得 問題是否嚴重 非常嚴重 如果得不到最好的訓練 士兵怎麼能夠打仗 那一定是有人中飽思浪 軍法開始終應該有這一項 那現在怎麼辦 等我再想想 大哥 你… 公主殿下 你整天神出鬼沒, 偷聽別人說話 你自己不找一個機密的地方說話 還怪我嗎 不要玩了, 走遠一點 你趕我走嗎 走遠一點 那你真的不想聽我說 怎麼就幫你賺點錢回來 什麼?你說什麼? 不聽就算 妹妹 妹妹, 你說吧, 有什麼辦法 說吧, 哥哥求你 老爺爺, 這些是我所有的珠寶, 你也拿去吧 我老爺爺, 這是我大婚的時候大汗送給我的 你也拿去吧, 拿著吧 你放心吧, 等局勢穩定, 我一定幫你拿回來的 你們不要拿走我的東西 老爺 老爺 拿去吧 是 是 這些都是我的命根, 我求你不要讓他們拿走 對不起, 二娘, 我也不想這樣 但是目前情況危急 巡國隨時都有可能攻打我們大煙 如果我們不擴充自己的軍隊 後果就不肯撤上了 如果不是國府空虛 我也不會這樣做 請你諒解 但是, 這些軍國大使 和我一個女人有什麼關係 我求你, 還給我一些東西吧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想問問二娘 萬一有一天, 巡兵如果真的打到來 你要你的身外之物 還是要你的人頭 這番話可能說得重了一點 但是, 還請二娘好好反省一下 那ести 那一天, 巡兵 那一天, 巡兵 那一天, 巡兵 這… 巡兵 這… 那一天 巡兵 那一天,巡兵 那一天,巡兵 這,巡兵 那一天,巡兵 這件衛生 我們大家都要小心 她一定會再來 世間本無事 容人自擾之 報 什麼事 秦葬蒙田 領三十萬大軍 已經到液水對岸 神啟大王 秦軍來勢空白 我軍恐怕難以抵蕩 為今之計 只有葛城求和 教出罪魁禍首 等解決了眼前的賢秘之急 再做圖謀 又是葛地 葛地 韓國敗於韓國葛地 魏國敗於魏國葛地 現在看看 韓國沒有了 魏國也差不多了 葛地就能解決問題嗎 葛地只會養虎為還 我們絕不能再葛地 好了 不要在這裡發怒騷了 快想想退兵之賊吧 大王 神懇請領兵十萬迎戰秦軍 大王 萬萬不可 范烏奇乃秦國舊章 萬一到了戰場上賭歌雙向 我大煙不公自破 是啊 大王 即使要戰 都不能派范將軍去 他怎麼說都是秦國人 大王 一場戰爭的勝利 應該上下齊心協力 一致對敵 既然諸位大臣不相信我范烏奇 我范烏奇 亦斷不敢以戴隨之身連累大王 請大王將微臣綁起交給秦軍 以解圍城之困 不行 我大煙烏不能做如此卑鄙無錢之事 目前的形勢來看 范將軍只是秦國進攻我們的一個藉口 即使我們委曲求全 奉上求和書 秦皇都不會退兵 與其坐以待斃 那不如先發制人 替他拼他你死我活 說就輕鬆了 秦國有三十萬大軍 但是我們呢 就算將繼承守軍全部加起來 都不足十萬人 兵力懸殊 無疑以卵擊石 大王 戰爭講究天時地利人和 秦軍拔恕萬里來攻打我燕王 士兵必定疲憊不堪 首先以喪失天時地利 只要我們善於用人把握人和 臣相信擊退秦軍 並非難事 臣願大兵 以秦九決一死戰 一點把握都沒有 敢不是去送死嗎 大王 好了好了 丹兒 如果和秦軍開戰 你有多大的把握 只要父皇肯用一人 做這次戰役的主帥 二臣有六成把握 誰 范烏旗 范將軍 你有沒有信心 父皇 范將軍曾經是秦國的將軍 對秦國的一切非常熟悉 除了他 二臣想不出有另一個人選 大王 訓練用范烏旗也算了 打仗千萬不能夠用范烏旗 是呀 好了好了 這件事 等寡人再想想 明天再議 你不可以用范烏旗 竟然都不想要用范烏旗 你不可以用范烏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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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想到他吃完東西之後 還不斷追著我不放 真的氣死我了 宮內戒備心嚴 怎麼會有狗呢 你弄得父皇也糊塗了 父皇為什麼不明白 我說的狗就指秦國人了 秦國人? 秦國就像那些狗一樣 就算父皇答應各地求和 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 還會攻打我們英國 所以我覺得 父皇應該跟秦國人開戰才對 蘭兒 你也想叫父皇 跟秦國人開戰? 現在秦軍已經在液水對岸 紮下營債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靠緊液水 心紮營債 以液水天險為界 這樣 敵人就很難進攻 想就周到了 但是我們在這裡紮營 敵人不進攻怎麼辦 他們如果不進攻 我們就內心等待 等 等待? 我們在這裡等待 但是不出擊? 我們根本不用出擊 那怎麼能夠打勝仗? 現在敵強我弱 我軍要做的 就是跟他們拖 好的時間越長 對他們越不利 等他們身心疲累的時候 我們再進攻也未遲 我認為我們應該趁敵人蠟燭未穩 主動出擊才是上冊 勝將軍 秦人的戰術我很熟悉 我的戰術是唯一可以獲勝的戰術 我們現在只有堅守 唯一? 你太絕對了吧 連婆將軍和李木將軍的戰術都是這樣 但是他們也失敗了 他們失敗並非戰術的原因 而是來源於內部不信任 所以才被敵人的反艦計有機可乘 總之我認為這套戰術太塵舊了 戰術沒有新與舊 只有實用可以獲勝的戰術才是好戰術 《南海的石頭》 《西海岩》 火山大剣 火山大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就是雲蒙山 地势非常险谣 但我军缺乏一定的部署 如果敌人从这里发起攻击 会令我军造成麻烦 事不宜迟 立即派兵进入雲蒙山的险谣地带 秦军再笨 也不会妖道由这里进攻 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秦军的兵力是我们的三倍 如果我们再分兵过去 万一他们从液水进攻 我们怎么办 乘将军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公子家的召国部队 只要我们和公子家保持联络 秦军一旦和液水发起攻击 他们可以由背面进攻秦军 公子家靠得住吗 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争是需要冒险的 放置雲蒙山的地势险耀 只需要一小部分军队就可以了 雲蒙山这条路是秦军必经之路 我们只要在那里埋下弓箭手 秦军一定不会打过来 我还要有什么好主意 原来不过如是 郑将军觉得有什么不妥 帆将军不是知道了吗 前几天一直下雨 道路一片雷零 要上去比登天更难 如果一定要上去的话 恐怕秦军未打到来 我们就已经选兵折仗了 这层我们想得到的 秦军一定会想得到 所以一定要在秦军之前 到达雲蒙山险耀之地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的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我们 事不宜迟 立即行动 大王 烟国的局势如何 双方仍然对峙 梵乌棋深知李牧的战术 如果像李牧那样 跟我们再拖多几年 寡人何时才能一同天下 神有一个建议 燕丹重用梵乌棋 而梵乌棋是秦人 神想燕国人会有一定疑虑 我们可以施反间计 你的意思是说 让燕国人自己去解除 梵乌棋的兵权 如果信你的话 梵乌棋的人头 燕国人会送上门来 大王如果要得到梵乌棋 就必须申明我们的态度 尤其在太子丹这件事情上面 不单止不责备太子丹 反而还要安慰太子丹 这样就可以解除燕王 和那些贵族的顾虑 分花瓦解燕国人 等梵乌棋的人头落地 立即攻打燕国 大王 最终太子丹和燕国 都会掌握在大王的手心里面 我们总共有十万军队 但里面真正的征兵 只有六万人左右 其中四万都是老弱残兵 而我们的武器和戶具 都不够完备 我不知道一旦双方 真是大规模交战 会发生什么事 我保证 这一切一定会尽快解决 那些征壮的劳动力 都控制在那些贵族手上 谁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会随着这群人的权利 现在强敌压境 太子千万不能太激进 否则的话 一旦发生内乱就更加麻烦 真的受不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 还是先等打完这群人 再慢慢解决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怎么打退敌人 好 在想什么 田将军 我想到一个主意 现在 范将军的压力真的很大 但是我们什么都帮不了他 不过我在想 如果我们训练一批死士的话 既可以在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 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深入敌军军营去刺杀主将 这样 不就不用这么心烦了 好 田将军 你看这群人怎么样 他们都很强壮 但是需要一个好的剑术师来训练他们 找谁 我 我检术好 我来教他们 你怎么会来的 来看你们训练 不过也没什么特别 你懂什么 我也练过武功的 就让我来 公主殿下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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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荆窝在这儿的话就好了 他的剑术才是真正的剑术 荆窝 荆窝 谁是荆窝 难道他的剑术比我好吗 荆窝现在在哪儿 就算能够找到他 他也不会再出来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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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多通知我来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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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多通知我们 有没有见过他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阿兄, 從我第一天見到你開始 就知道你不是等閒之輩 不過我一直在想 你有這麼好的武功 為甚麼要在這裡受委屈呢 其實阿嫂我最喜歡懂武功的男人 只要你願意 我們今晚就點大蠟燭 明天你就是這裡的掌櫃 別走 別跑了啊 謝謝謝謝 謝謝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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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發生甚麼事 早上在樹林裡發現的 我們所畫的地圖就是由他帶來的 照這樣看已經落入秦軍壽中 這個奸細說不定就是那次刺殺你的人 他之所以不想暴露 就是想得到我軍的報防秘密 你們兩個反轉他 是 他身上為甚麼會有地圖 是我叫他們把地圖畫在自己背上的 怎麼押出名掛 我就有辦法幫你們抓住那個奸細 幫我把他身上的地圖割下來 然後放風聲出去 就說地圖在我宮裡 不知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我們大王說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願意攻打燕國 所以才會遲遲按兵不動 如果真的要進攻的話 我們三十萬大軍 還不是一斬眼的功夫 就能夠踏平了燕國嗎 這層我就不多說了 大人 你心裡明白 那秦王的意思是 只要大人能夠說服燕王 交出樊烏奇的人頭 大王就會立即退兵 神樊烏奇見過大王 樊將軍 實不相瞞 秦國派來使者 他們答應 只要交你出來 就立即退兵 寡人 真是左右為難 夫王 這是誰的主意 你別多嘴 我和范將軍在說話 夫王 你再多嘴就趕你出去 大王 此乃秦國的反戒之計 我義父就是死在反戒之手 如果此刻大王 交出樊烏奇 那秦國之軍 會立即指向燕國 但是 他們答應不進攻燕國 大王相信秦國人嗎 唉 現在大兵壓境 燕國上下 人心惶惶 寡人 都是寢食難安 那應該 是目前最好的退兵之計 大王意義決 范將軍 寡人 實在沒什麼辦法 只好 委屈你了 那就請大王 將范烏奇交給秦人 傳令下去 送范烏奇回秦國 請慢 好 田將軍 大王 神都認為這是秦國人的反戒之計 神懇請大王修會成命 什麼反不反戒之計 誰能夠退兵我就聽誰的 你們誰能夠退兵 說來聽聽 大王真的要送范將軍回秦國的話 神請辭將軍一職 田將軍 父皇 准請 父皇 如果父皇一定要送范將軍回秦國 二神 二神就不如和范將軍一起死了算 反正我大兵沒有了范將軍 連滅亡也不遠 丹兒, 你太衝動了 二神不是衝動 二神是要維護我大兵的志氣 父皇 千萬不能夠受秦王的誘惑 二神在秦國七年 甚至秦王的為人 那你說 應該怎麼辦 留下范將軍 不行 那不是擺明和秦國對抗嗎 那要是 要是先稍作讓步 先暫時把范將軍解織 范將軍準備去哪兒 找一個天下最安靜的地方 或者我們也不應該來燕國 但是除了燕國 我們還可以去哪兒 那田將軍又要去哪兒 楚國 將軍還要繼續自己行動 和我加入組織的第一日起 我就沒有選擇 只要這個天下還沒改變 我就要繼續努力下去 你是一個比我還要執著的人 真是希望你能夠成功 是 范將軍請立報 范將軍 田將軍 你們這樣做什麼 難道你們真的要離開這裡嗎 父皇就是這樣了 以仔縣沒有自己的主見 總是搖擺不定 你們兩位千萬不要介意 我並沒有介意 只是燕國的環境不適合我們 太子殿下 我凡夫其實是無能為力 請你見諒 田先生 難道連你也不想幫我 現在到我已經離開的時候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現代無論 知情兩位將軍 一定要為我大燕千千萬萬百姓考慮 留在這裡幫助我大燕 范將軍 雖然你已經離職 但仍然可以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可以讓你暗中指揮軍隊 我保證 父皇再也不會干涉你們 好 發生甚麼事 太子有刺客潛入 公主已經追了出去 快 封鎖城門 緝拿刺客 求保公主安全 是 他對於是 他在說 我去保證 你 不拒絕 你是誰 這裡是我家 你家? 那我就要看看 為什麼? 沒什麼原因, 想看就看 那你看完了 我問你, 你剛才有沒有見到一個人 矮腦一點點, 高我一點點 沒有 你可以離開這裡, 我要精容這裡 幹什麼? 只是一間破壞房子 要不是我當失路, 你請我來, 我也不會來 我不會請你, 我也不歡迎你 你可以離開這裡 知道我是誰嗎? 敢跟我說話? 我不想知道你是誰 如果你想住下來的話 旁邊有一間客棧, 叫百里香 百里香? 好 有沒有人? 原來是一位姑娘 這裡這麼早就關門嗎? 這裡客人少嘛 姑娘是… 給我一間償房子 給我一間償房子 姑娘, 請用來 乖, 哥哥給你一件事 這件事要收好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知道嗎? 收好它, 任何人都不要給它 記住, 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去吧, 去玩吧 記住不要告訴別人 小弟弟, 你好啊 你叫什麼名字? 姐姐陪你一起玩吧 你可不可以告訴姐姐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 剛才那個大哥哥給你什麼? 姐姐拿劍跟你交換好嗎? 小心點, 蒜頭 怎麼了? 老實交代吧 你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人? 做事的人 不像你… 沒事嗎? 你剛才給了什麼, 小弟弟 給什麼? 反正你也不會有興趣的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有興趣 拿來給我看看 蒜頭 拿給他看看 稍後還給你 沒事的 這件事, 你有興趣嗎? 真的嗎? 我告訴你 那張圖是假的 偷了都是白偷的 他跑去哪裡了? 太子, 公主跑得太快了 那個黑衣人呢? 有沒有下落? 還在追查 快點去查吧 是